興奮到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參選人陳賢偉 今年以新人之姿參選 不料選前四個月天外飛來一筆 很大的驚訝 不是驚喜 是驚訝 那當然有想像過 可能會有今天這個地補的情形 但沒有想到是在我解除隔離的第一天 這麼快就到來了 因為市議員潘懷中 炸領助理費一審判刑兩年 池多公權緩刑各五年 在七月二十號解除議員職務 依法將由上屆落選頭陳賢偉地補 兩邊服務處氣氛兩樣情 潘懷中簡單一句謝謝關心 但綠營席次地補牽動藍綠版圖 上一屆二零一八年十一元選戰 在士林北投區新黨包括潘懷中 共拿下兩席 藍綠各三席 五黨籍有四席 時代力量一席 陳賢偉當時距離當選門檻 差不到五百票 如今綠營席次加一 因為只剩三個多月就要進行選舉了 那至於派貝中不在參選之後 所遺留下來的板塊 大概也是屬於泛藍的票群 那目前在士林北投 這樣看起來新人就只剩下我一個 資源或者地方的組織也好 都沒有辦法跟現任的相比 陳賢偉什麼時候轉換身分 就等中選會最後公告 台北市的人口的流失 它造成我們整個選區少了兩席的議員 包括士林北投跟送參信義 算是跟柯市長算一下帳 算一下總帳 士林北投原本要選十三席 今年人口流失少一席 但還是有十七人搶十二席次 參選大爆炸 但在此之前 陳賢偉先準備好跟柯市長好好算帳 進行王政 郭彥廷採訪報導 請進行王政 郭彥廷採訪報導 請進行王政 郭彥廷採訪報導 請進行王政 郭彥廷採訪報導